一早開始店門口就有了排隊外帶的人潮 到了用餐時間更是一味難求 餐點一份份送上樓 這是這樣簡單的一碗麵 讓很多饕客專程來品嘗 一上桌滿滿的酸菜香氣撲鼻 半熟蛋汁流淌乾的麵 光是看了就讓人食指大動 攪拌後吃進嘴裡 先是酸香再舌尖蔓延 麵條吸附蛋汁跟酸菜 鹹酸香在口中完美融合 我覺得它的味道非常的好 就是它的酸菜有炒過的鍋氣 然後拌在麵裡面 然後麵又很有嚼勁 整個鹹味我覺得也滿適中 吃起來真的就非常的香 就是覺得吃了 不愧是我跑了這麼多燙 終於吃到了 酸菜麵不只乾吃 還能做成湯麵 讓人百吃不厭的關鍵 其實就藏在煮麵的功夫裡 特別請麵場量身打造的 獨門麵條 不管擠人份都是一次下鍋 大鍋麵煮起來特別需要經驗 我一般來講七八碗 我七八個麵丟下去 我配好料 那個麵就差不多好 這個是煮久的經驗 所以你跟我講說 有的客人說這個麵要煮幾分鐘 這個我沒辦法講幾分鐘 所以跟你丟多顆少顆都有關係 從一球麵到最多曾經一次四十球 全都是一口氣下鍋 這種煮法被稱為大鍋麵 麵條互相碰撞更加Q彈 但不同的量煮的時間不同 什麼時候能撈全是靠經驗 所以就是要準確度 然後速度也要快 不然那個麵會糊掉 碗底裝滿酸菜跟調味料 淋上熱湯沖出香氣 把煮得剛好的麵條加入碗中 放上荷包蛋 還有福州丸 貢丸跟混沌 湯頭酸香夠味 大口西麵最是過癮 這滋味很多人一吃九十幾十年 二十幾歲的時候現在也有了 吃了三十幾年 對 吃三十幾年 幾乎每個一兩個禮拜 就來吃一次 對…習慣了 吃習慣了 因為非常好吃才會來 至少三十五年了 趕快的朋友有過來 我帶他們過來吃的時候 他們也覺得很好 因為可能本身它的量就滿足的 像這樣一個小碗的吃的 就滿不錯的啦 所以我們可以這樣子吃的 很長的一段時間 東西如果不好吃 你哪有可能一直會 一而再再二三的光源 始終的饕客從過去 店面還在狹窄巷弄內 吃到現在搬到街邊的店面 陳秋萍就是這間店的 二代接班人 從衣服到圍裙 打扮都很可愛 還頂著一頭時尚的紫色短髮 因為有白頭髮了 所以要染一下 不然的話 人家都會說 你看起來好老 我說我很怕人家說 我看起來很老 老的都很怕人家說我老